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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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经常使用膠盛 如果将它回收再生 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商品 等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变身的 首先 膠盛就会被送到回收再生中心 在那里先确认一下 有没有混习到不是塑胶的物质 为了便于混乳 要将它撒眉压碎 然后洗净 洗净之后就根据颜色区分 再将膠盛打碎 脱水 再经过干燥机干燥 再制成二次塑胶原料 塑胶粒将会在 塑胶制品工厂作为原材料 继续使用 还可以变身成为 档胶甲 间尺 衣物 和库夹 继续使用 继续使用